春光已至,大地在融化,到处散发着香草的芬芳,而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,冬月的寒冷并没有散去。 还记得,芬芳里,让人心疼不已的小婷吗?她比谁都善良,比谁都努力,却始终不被生活善待,自由父母离离,父亲在改造,母亲对她又十分冷漠,小心翼翼地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原生家庭。 她想离开,费尽心思,进入她梦想的文工团,然而,只是从一个噩梦超进了另一个噩梦。 在文工团里,她处处被嘲笑,被欺负,被孤立,陪着着眼睛里,是绝望和孤独,后来她上了战场,成为了战斗英雄,想象中的好日子并没有到来,巨大的落差让她迷失了自我。 陷入了崩溃,进了精神病院,小婷穿着病服,在草地上的义舞,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房。 精神失常的小婷,如形式走上班的任人摆怒,只有在心中最渴望最神圣的舞台,才奉发出生的气力。 绝望,抑郁,恐怖,暴,躁,躁,谎言,孤立,被日月折磨的人,有谁能去治愈? 还记得苗苗写给小婷的那封信吧,走过心事,遇见阳光。 这一次,小婷的扮演者苗苗,终于在爱上你治愈我中,过上了美好的日子。 吞去优扬美丽的芭蕾舞鞋,患上干练之性的职业装束,从凄苦命运故事中的主角,到抽丝剥剪别人的解析者。 苗苗饰演的孙树,是一名斯坦音乐心理医生,从患者到医生的转换。 是不是冥冥中自有注定,在爱上你治愈我中,他从小生活在有爱的家庭,被父亲客户善大,内心温柔美好,擅长格斗,拳击,完全能够保护自己,保护他人。 作为心理医生,把爱与希望传递,治愈一个又一个处于绝望的病人,而最让人开心的是,这一次, 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相处一生的人,那个人就是我们的男主角,斗骁,要知道,即使有马亭无比活跃小哥哥,争先恐后求Pick斗骁在小剑心中,也是无法替代的存在,笑起来就很温暖。 低调努力的斗骁,见两个月,综艺不上,微薄不更,一月不见如隔三秋,小剑的日子多么难哦,那能怎么办? 当然是原谅他因为我就是爱着他,喜欢低调的他,认真拍戏的他,有时幼稚的他,爱上你治愈我里的他,在爱上你治愈我中。 斗骁饰演的严书人,是斯康医院精神科医生,外冷内涩,专业满分,在业界拥有良好口碑。 但是,父母双王带给严书人巨大的心理冲伤,外表的高冷只是他的保护色,内心世界却充满了伤痕和苦痛。 在治愈别人的同时,也需要自我治愈,斗鸟组合在剧中的关系可不简单,熟男熟女护卫多点。 如今在相聚,爱的治愈下,最终两人才慢慢走到一起。 每一对优秀的男女主背后,都有一个优秀的男二号,那就是彭冠英饰演的陈亦凡,可爱温暖冷幽默,整形麦克博士,智商160的,人帅活好,手,术能力超强,当然,他也是男女主情感线的一大障碍。 其实换一个概念,也是一大助攻我,王思思思的Lisa与书人更有难以隔离的复杂关系,同时他也是书人与孙叔的爱情里的另一大阻碍。 除此之外,还有老西古作证《爱上你治愈我》,今世杰饰演严书人的恩师陈云庚,同时也是斯康医院副院长,潘红饰演孙叔母千林之版,同时也是国内胸外科专家《爱上你治愈我》,更有众多实力演员。 可以说,全员演员演技都在线,周一维饰演的弗兰克,帅气稳重,是孙叔的好友,且爱上了孙叔。 李怨饰演的杨阳,是书人的患者之一,因为恋情失败,内心受创伤,不断刺惨。 白颗饰演的杨阳男友,不会分手相分手,直接导致你有自残。 值得一提的是,《爱上你治愈我》,除了拥有治愈系的爱情故事,其实也是国内手部聚焦心理问题的剧集,以爱为主线,拯救多名心理疾病患者。 不同于其他的医疗剧,以手术治疗的手段进行救治,《爱上你治愈我》,致力于关注社会心理问题。 走入人的内心世界,有22个小世界与5个热点大世界,直面人性最深处的心理问题。 关注社会上引发全民沸腾的公愤世界,关心等身边人身边事,爱上你治愈我,将会为你打开一个真实的疗愈世界。 也许,你会觉得,抑郁症、强迫症、遭遇症、暴食症离你很远。 也许,你会觉得,依赖行人格障碍、偏执行人格障碍、表演行人格障碍等,不会出现在你身边。 也许,你未曾发现,其实每个人在这个高压的社会,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。 比如说,你听过微笑抑郁症吗?可能你自己本身并没有意识到,掉发、失眠、心悸,甚至一系列其他的社交表现。 在不知不觉中,在不同的阶段,每个人都需要进行心理疏导,永远不要小瞧心理疾病带来的后果。 爱上你治愈我在,直击现实问题的同时,也让我们更加重视心理和精神的健康。 所谓良心居足,打造精品聚集。 专专业的创作,需要专业的团队,爱上你治愈我,拥有电视剧史上学历最高的编剧组,为确保专业,进来北大心理学博士,研究生编写专业台词,为探寻病人心理。 编剧组在精神病院住了15天,为力求真实,精神科大夫和设计师,一起设计疗与实景。 就连故事里的司康医院,也是实景搭建,制作团队剧剧自设计了62个场景,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搭建了9个场地。 只为完美呈现剧本中的场景,也因为编剧组的努力,爱上你治愈我,堪称一本心理咨询书。 演员也因此,常常要被打断大断难度极大的专业台词。 不仅台词难,演员自身和人物具有极大的反差。 为了入戏,演员们下足了功夫。 听说,斗肖为了贴壳人物身份,走进人物的孤独的内心世界,在进组前做了相当多的前期准,被约拉相关文献书籍,还请教精神科医生指导。 斗肖哭西花是不管是制作团队,还是演员,都拿出百分百的专业精神,去对待工作,上下齐心协力,打造一个真实的疗愈世界,爱上你治愈我戏里的世界,严肃且专业。 而在他习之余里,剧组内爱就是一个大型幼儿园,尤其是三个主演,宣传跳跃不停歇,玩玩闹闹,尽显年轻人的活力本色。 如果要出一个,都三岁捧四岁傻喵喵的剧组日常,大概可以连载个几百集,笑点都不太重样的。 打橡笔子转圈圈,看到旁边工作人员洗一纹,常熟是无睹的眼神了吗? 橡笔已经见怪不怪了吧,都消捉弄喵喵的小视频,小剑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,太萌了,好想get同款长颈鹿,四岁的彭冠云也不甘示弱,爱玩玩去的三十岁大男孩,你们见过吗? 双拍打农药,也是剧组日常必备,只能说,这么爱玩,也失导,眼脾气好。 城墙导演,我们这部戏,讲述的都是人性,心里最脆弱的地方。 其实情绪在很多时候都是很要抑的,入戏之后当然要认真对待,但如果休息了,思想还这么沉重,那可怎么办啊? 人恐怕就崩溃了吧,有爱的集体,才能拍出有爱的剧。 可以说,相当期待这部游东山寻美,仨人传媒出品,优酷,万和天仪,天仪影视,龙德文川,东邦点像,风是映画原和出品的爱上你至于我了,颜值在显,演技在显,良心在显,专业在显,这部剧还有说的可能吗? 音乐